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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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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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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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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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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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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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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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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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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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名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名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佛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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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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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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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南無阿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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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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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佛琦瑞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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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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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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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往昏陀佛 英文词张佛 Am тоб佑 佳麟佛 但是香港人了 Israeli dell'unni da 的 疗 託 wash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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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观佛三昧经云 有十方诸大菩萨 其数无量 各所本源皆依念佛德 就是曾經有一次來自十方無量無邊的大菩薩出現 各位 這是大菩薩 還不是小菩薩 而且數目是多到無量無邊 但是 每一尊大菩薩 當講到自己當初成就的因緣 沒有想到 大家都是異口同聲地說 都是來自念南無阿彌陀佛成就的 依念佛得成就 所以我們敢說 念佛不出聖嗎? 這是所有十方世界大菩薩成就的因緣 佛在無量壽經章最後也說 我讀一遍 就釋迦牟尼佛親口講的 念佛往生到阿彌陀佛淨土的眾生是數不完的 就算釋迦牟尼佛說他用他的神通 連續白天晚上講個一節 還是講不完這個數量 就是太多了 所以念佛法門 他建議成就的眾生 真的是廣大無邊的 這是在其他法門所看不到這種新生的情況 你講開悟成佛 再好 但是多少人開悟成佛呢? 但是念佛到淨土的眾生數都數不完 佛講都講不完 像近代的印光大師也說 印光大師就是說 就算全世界的人念佛沒有所謂的瑞相也好 但是我們還是相信念佛決定能夠成就 為什麼? 因為念佛的殊聖是阿彌陀佛在佛心裡面 就已經給了保證 那佛的保證呢? 難道說 我們還要去找證據嗎? 難道說 我們找不到證據了 我們就懷疑佛所講的嗎? 那這樣不就代表說 我們對佛的開示就有點不大相信了? 是不是? 像上導大師在世的時候 也是遇到這樣子的事情 當時就有一位修其他法門的法師 也來問難 來說 當然念佛不行的啦 要加別的比較好 所以遇到專修專侯念佛的善導大師 他就有點不服氣了 結果善導大師就跟他說 念佛決定成就 是佛所講的 如果諸佛都不打妄語的話 就請讓今天佛堂裡面的佛像全部放光 但是如果說念佛的功德是虛假的 就是單單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不能讓我們凡夫成就的話 就讓我這位善導大師馬上墮入地獄 永遠的就出不來 善導大師當時馬上立刻給他這樣子回答 結果沒有想到 善導大師一講完 佛堂裡面的佛像全部大放光明 這就證明了 念佛的功德是真實不假的 真的能夠讓我們凡夫保證得度 當然 這樣回答的方式並不是我們普通人 可以隨便模仿的 說這個事情是要讓我們對念佛法門 升起無上的信心 佛證明了念佛功德 是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都是真理不變的 就算以後地球會變 甚至我們講的天地 月亮 太陽都會消失 但是佛的真理 永遠就是不會變 完全不會少一點點 說念佛能夠讓凡夫成就 就是100% 絕對能夠成 佛說的話 就是有這樣子的力量 阿彌陀化身的善導大師 他就這樣子視線給我們看的 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要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導大師 所開創的淨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 深遠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納百川 成為各宗共同的歸宿